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的这个画面 是我的画面 那我们先请各位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到box这边来 我们到那个shape这边来 2D的shape这边 那么假设呢 我先画随便的画一条线 随便的画一条线 好点一下 拉过来拉过来 好回到几点 OK了把它封闭起来 这时候呢我们了解说呢 现在这是2D的图形 你呢转到了我们modify的按钮按一下以后 好modify的按钮按下去之后呢 这时候呢我们这个2D所画出来的图形 本身就有点线段跟曲线的一个体质 换算的下面就是这个点线段曲线 所以你按这边跟按上面是一样的意思 这两个呢地方都可以按它 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以这样的一个体质我们有线 好有点线还有我们的曲线 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挤出的话呢 滑鼠放在这个线上面 右键点一下 再把它convert转换成poly convert editable什么poly 转换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按下去之后啊 一瞬间啊同学看到吗 这时候呢上面就变点 线 边界面还有什么呢 多边形的区块 就多了这么多种 有没有 代表它的体质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 转换过来 所以呢各位呢你必须呢 画好了2D图形之后 确认过没问题 检查那么呢 编辑的过程都ok了 那么呢 再把它转成我们的3D的什么 再帮我们转成我们的poly poly 转成poly以后呢 pure的y转成poly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挤出的话呢 选到我们的面 polygram这个面 你选下面这个也可以 选上面这个也是可以的 好选到之后怎么样呢 进到我们下面的一个true 找到了我们true的一个按钮 EXTRUDE EXTRUDE true 你点下去之后呢 马上呢按住这个线啊 拉上来就可以了 按住这个线拉上来 拉完之后呢 记得把它关掉 这是一个开关啊 这是一个开关 好了同学 现在呢 我把它着色一下 把它着色一下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已经画好了 已经把这个呢 把它2D的图形 已经把它伸怎么样 伸上 长到厚度 变成我们所要的立体的造型 好 那现在呢 我先在这边等各位呢 你们随便呢 画一个2D的图形之后 转换成我刚才所介绍的 直接转换成体质 然后就把它长出来 好 我把萤幕呢 先交给各位 好 好 好